正在非洲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六說 非洲的企業家精神有助於打開屏障 在不同文化之間建立僑良 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六 在肯尼亞舉行的全球企業家的峰會上發表演講 他說 奧巴馬說這種精神幫助公民維護權利 壓制腐敗 企業家精神提供正面的選擇 以取代暴力和分裂的意識形態 而後者在年輕人看不到自己未來的情況下 往往會填補他們空虛的心靈 奧巴馬總統在肯尼亞首都內羅北參加分組討論的時候 對來自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與會者說 非洲在發展 肯尼亞人令風騷 肯尼亞總統肯亞塔 談到這個國家的安全局勢和迅速發展的經濟 他讓與會者對自己說 說國內與世界各地的朋友 非洲是開放的 期盼著與外界發展經貿往來 在星期六的稍後時間 奧巴馬總統將會不肯亞塔總統 預計回談將集中在建立貿易關係 打擊肯尼亞境內和跨地區的暴力極端主義 增加政府透明度 以及限制偷獵肯尼亞的野生動物等方面 由美國議員和白宮官員組成的代表團 伴隨奧巴馬總統出席峰會 美國駐內羅北大使館說 舉辦這次峰會 凸顯了美國支持非洲企業家的重要作用